大家好,煲菜粉条炒鸡蛋看似一道简单家常菜,但是很多朋友在家老是炒不好,炒出来的粉条不是粘锅就是成坨。 今天教你几个小技巧,保证出锅鲜香入味,好吃不油腻,不粘锅不成坨。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 首先准备一小把的红薯粉条用剪刀剪成小段,然后倒入开水,把粉条泡软,放一旁备用。 准备一颗包菜对半切开,然后把包菜的硬心切掉口感不好,接着再把包菜切成细丝。 全部切好后装入一个大碗中,然后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,倒入多一点的清水。 下手抓拌均匀,用淡盐水把包菜浸泡五分钟,这样可以有效地去除杂质和虫卵。 泡好后再把包菜清洗干净,洗好后捞出,控干水分。 接下来准备几半的大蒜,改刀切成片,几个小米椒切片,不喜欢吃辣可以不放。 切好装入盘中,这个时候粉条也泡好了,用手能轻轻地掐断就可以了。 然后捞出来,控干水分。 接下来小碗中打入三颗母鸡蛋,用筷子把鸡蛋充分地搅散,搅匀后放一旁备用。 锅中水烧开后,下入粉条。 把粉条煮两分钟煮熟,煮至变软,一直煮到粉条全都漂浮起来就可以了。 然后倒入漏勺里面,控干水分。 控干水分后,装入碗中。 趁热往粉条里面,加入少许老抽和食用油。 再用筷子搅拌均匀。 亲爱的朋友们,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, 记得点赞关注转发出去,感谢您的支持。 这样粉条炒的时候就不会粘锅成坨了。 起锅烧热,加入食用油。 油热后把鸡蛋液倒入锅中。 把鸡蛋快速地炒散,炒至定型。 鸡蛋炒好后,先盛出备用。 锅中留少许底油,下入蒜片,小米椒,炒出香味。 炒香后下入包菜,大火快速地翻炒均匀,把包菜炒至断生。 炒包菜一定要开大火,这样包菜不出水,更脆嫩。 把包菜炒至变软就可以了。 然后倒入粉条,继续翻炒均匀。 炒匀后,加入一勺食盐,少许白糖提鲜,适量的生抽。 一点点的老抽上色。 继续开大火把调料翻炒均匀,然后下入炒好的鸡蛋。 再次翻炒个五六七八下,就可以关火出锅了。 一道简单又好吃的包菜粉条炒鸡蛋就做好了。 这样炒出来的粉条不粘锅,不成坨。 鲜香入味,非常的好吃。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。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